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安 氣象局持續發布第九號 強烈颱風立騎馬的海上路上颱風警報 晚間11點 颱風中心來到了台北的東方海面 未來持續朝西北的方向 通過東北方海面之後 進入台灣的北部海面 所以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一整天 還是颱風相對我們最接近的時候 現在的觀測資料顯示 在麻祖的沿岸已經觀測到了4米以上的浪高 台灣北部的沿岸跟東半部的沿岸 也有最大的浪高超過3米以上 颱風正在靠近 海面的風浪都還會更大 海上活動一定要嚴加戒備 至於在風力的部分 隨著颱風的七級風暴風圈 在今天午夜到明天凌晨 會逐漸進入台灣北端的陸地 所以北台灣的風力也會逐漸的加大 我們預估今天深夜之後到明天白天 北部地區還有東北部地區 最大的陣風可能出現 9到10級的強陣風 甚至有局部地區會有11級的強陣風 而在中部的沿海南部的沿海 因為風力跟地形的交互作用的關係 也會有比較強的陣風出現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深夜到明天 這些地方都要留意強陣風的現象 至於降雨的部分 颱風的外圍環流越來越靠近 我們從雷達回播圖可以看到 在晚間之後 北台灣這邊一波一波的雨勢 越來越明顯 時雨量最大都有2、30毫米這樣的程度 而且降雨勢持續在累積當中 那我們預估隨著颱風越來越靠近 北部的降雨會持續地增加 另外今天午夜過後到明天白天 中部山區南部山區的降雨也會慢慢的起來 所以整體來說 接下來這未來這樣一整天 24小時的降雨情況 所造成的累積雨量來看的話 整體的豪雨特報的範圍 我們來看 就是整個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還有花東的山區 會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 尤其在台中以北的山區 會有局部的大豪雨 那大家從這樣子特報的範圍 也可以明顯地看到 山區的雨勢會特別的明顯 那請山區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土石鬆動 再加上持續的降雨 可能會造成貪坊或落石的現象 整體來說我們會大家總結一下 接下來這一整天颱風的影響 在北台灣首當其衝 所以要特別注意強風豪雨的現象 中南部在山區要留意持續的降雨 沿海地區也要留意強震風 花東地區受到地形的屏障 相對來說風雨的影響會比其他地方小 但是可能要留意明天會有焚風的現象出現 颱風正在逐漸靠近我們當中 風雨的情況各地會有顯著的不同 也會越來越明顯 請大家在午夜或者是到明天清晨這段期間 有需要的話請隨時上中央氣象局的網站 所以是更新我們最新的有關警報 或是風雨預估的最新訊息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最後一次的颱風動態說明 好 好 感谢观看